接运行看一下效果还能不能出现 其实咱们在这里啊 不是有曲线 咱们还可以设置什么 设置它的样式 啊 软角的内型这些 不过这里没必要 咱们看一下设置密码 fighterror 啊 这BTS是空的 咱们看一下 BTS返回为空 在这里 咱们的方法里面 BTS返回为空 啊不好意思 这里啊 这里是啥 出谋的点是在这个 cf.5u上面 就现在是这个桌5u上面 肯定是什么 这个BTS是不是看什么 看是不是在这个 当前的视图上 所以说这里写错了 是因什么 cf.subviews 因为咱们在这个视图上看一下 其实在这个桌5u上面 咱们只是加了加了一个什么 九宫阁 所以咱们要判断 在这个九宫阁上 然后就是我们按的就是这个5u上 按到的是九宫阁 还是什么 还是空白 这上面是有九宫阁 还有空白 对吧 就是现在是这个按钮之间的间隙 其他的地方 所以咱们这里判断的是啥 我点到的是间隙 还是什么按钮 就是在这个指示图上 它的指示图肯定有很多嘛 应该是这里啊 因为你刚刚咱们写的是在数字中 数字中开始什么 一直是空的 肯定取不到 所以一直是错 好咱们再看一下 是便利什么 当前是图的指示图 它上面就只有九个按钮 然后咱们开始看什么 看咱们出谋的点 是不是在这个按钮上 咱们这里可以加一个什么 注释 便利当前 无用的指示图 这表示的是啥 表 表示 触摸的点 在 按钮上 对吧 在按钮上呢 咱们去把它加进去 好设置密码 咱们先试一下 是不是好了 看一下是不是都能进行触摸 这表示对的 现在的话 是已经能进行触摸了 那么咱们就应该有什么 应该有反馈了 每一次触摸完成之后 我就要反馈到什么 这个无用Ctrl的上面去 反馈什么呢 反馈 比如说第一次的时候 应该是设置密码 第二次的时候什么 再次设置密码 所以说 我们这里用的是什么 采用的是协议 就是出门完成之后 发送一个协议 好 咱们得要声明一个协议 声明一个协议 协议就是啥 就是一个方法 对不对 咱们声明一个OC的吧 OBGC 这个Protocol 咱们叫什么 Draw VU VU Delegate 方法 咱们随便写一个方法名 Noc 什么 就是锁 VU 记得 Felish 就是当什么 绘制的这个界面 绘完之后 记得Felish 然后就要把什么 应该把当今的仕途 把当今的仕途 传过去 然后是这个路径传过去 说 说 U 当前是图名 然后第二个三数是路径 路径叫什么 Ns Path 直接称Ns 传递路径 因为我们就要判断什么 两次路径是否一致 对不对 判断两次路径是否一致 然后 叫什么 采用协议的 实名的 设置 设置 带你 咱们用一个什么 IbOtnet 设置为什么当前是图的 CF 指的是什么 这个VU Its IbOtnet 然后协议一般是什么 协议一般是这个 弱隐用 对吧 然后是一个什么 变量 Nok Dlegate 咱们叫 说明一个代理 是不是就是这个抓 Dlegate 然后他应该是什么 如果咱们这样 他的意思 咱们这样写的话 一定就是 用了IbOtnet 他一定应该存在 才对 好 咱们先编译一下 这边应该是能成功的 然后 这里声明协议 声明协议应该是什么 当咱们 TouchN的之后 就应该什么 TouchN的之后应该是什么 发送协议 就现在是什么 写一下啥 一个方法吧 就告知什么 告知这个 发送这个消息 好 就在这个TouchN的这 咱们应该是 去发送消息 先判断一下 有无 有无 代理 不然咱们直接拿来用的话 这样的话容易发生问题 if Lok Dlegate 不等于 什么 空 有代理 好 要传值的 传值是啥 传值是咱们这个Btn的Touch值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咱们得设置一个可变的字符串 然后来进行什么 获取它的Touch值 S Muteable S Muteable 此情 可变字符帅 O4号S还不一样 咱们定义的设置是要干什么 先要给一个初始值 就是先要初始化 它没有默认值 A4号S还不一样 如果它有东西 表示什么 咱们就可以把什么路径传过去了 便利 For index 然后因从0到什么它的Count值 点counter选一 拿到按钮 btn it button cf.btn slack.object at index 然后什么 index 它一定有 所以说是什么 一个一个感情号 表示它一定存在这个东西 然后 把按钮的tag值拼接到可变字符串 因为它的tag值其实就是密码 所以说str.opend 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tag并不是一个欧斯字符串 所以说这个formate 格式是什么呢 一个百分号nrd 对吧 btn 的tag值 好 然后咱们这传一下 如果 这是拼接 拼接了之后 如果什么 如果 如果str.lens大于您发送消息 相当于是发送消息 lock denegate.lock传过去 salef salef 然后pass st.r 好 让谁去接收呢 当然是在这里 就是这个5u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dropu u机 有一个denegate denegate 一般是什么 当前的 什么 师徒 或者师徒控制器 往这里面 一定要传给有fiasowner 不然的话它是不能去响应的 传给fiasowner的时候 咱们在这里就要干什么 在这个就是dropu control的 这个cf指的是什么 这个dropu control的 这个视图控制器 所以在这里咱们干什么 采用这个协议 就相当于继续实现这个协议 具体是干什么的 这个协议就是告知 这个就是 告知这个就是开发者 他到底做了什么操作 有什么功能 OC和swift 他采用的协议方式还不一样 像swift 他直接是用什么 在这里用逗号隔开 就可以采用了 咱们给把它往下调一下 采用 协议 因为这里不一样 所以我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这个 就是感叹号 强调一下 type 什么 咱们意思就是在这里要去什么 实现它的具体的方法 在这里要去实现它的具体方法 不然的话它是报错的 就是现在这个方法具体是干什么的 咱们看一下 直接什么 放可 那可 对吧 这句话 好 当咱们写了之后 当咱们写了之后 这个地方的什么错误就没有了 对吧 编一下什么又错误的 那么咱们在这里 等一下就去详细去看什么 比如说 它绘制首饰连接的点 不能少于四个点或者几个点 每次绘制完成之后 应该给什么样的提示 这些是咱们最后的什么 最后一点的这个核心代码 这个核心代码也写完 这个工程大致就完成了 好 咱们休息一下 下段课再看什么 协议里面的具体方法 谢谢 谢谢